荷包补得满满的是高雄市的这一位小姐了 她太幸运了吧 花了25万买了两个名牌戒指 结果抽奖一抽 抽到了一台价值139万的高级车哦 收到奖的这个中奖通知的时候 她还以为说碰到诈骗集团了 但是她也讲从小就有偏财运 常常没事中个200块钱的乐透啊 发票啊 没想到这一次一中中个这么大的奖 开心借过大钥匙 留着一头长发的黄小姐 只花了25万就在百货公司周年庆抽中百万名车 穿着小热裤在寒风中领奖 她可是一点也不嫌冷 长发紧身上衣 配上热裤高跟鞋 黄小姐在领车现场留下一张张开心合照 她说自己也没想到会在周年庆活动抽中百万大奖 第一时间打给男朋友报喜 还被当成实在骗人 听说你平常就有偏财运了 笑说自己平时就有偏财运 抽中百万轿车的长发辣妹 黄继佳只有27岁 高中毕业后就从事网拍工作 月收入10万的她 花了25万买两只名牌戒 抽中市价139万的高级轿车 成为这波百货公司周年庆最大的 周年庆一波波 各家百货公司寄出超值商品刺激消费 买戒指抽中百万名车的黄小姐 目前没有换车打算 希望西域魔戒带来的好运 可以维持一整年 周星游记博士黄佩如高中报道